天这么冷了,你的手还是暖的呢 知道天冷啊,难摸我的手冷吗呢 这不知道自己手冰凉的吗 跟着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小手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早点凑个手炉吗 陈哥哥,你别骂他们了 是我不要 我就想留着这冰凉的小手 回来钻到你的手心里 让你帮我暖呢 手炉又硬又烫手 可没有陈哥哥手心舒服呢 就知道嘴天忽然 昨天晚上说是去见安宁了 结果竟是去了就不回来了 月小姐,听一下昨晚一夜未眠呢 就担心你没回来是否安好 今天一早还想去上书房 但是又 陈哥哥,以后月儿下了学 就早早地回来 一定不会让你久等的 倒不是想束缚你 只是天凉了 你路上探完不肯早点回 你看看,小手都冷得冰凉了 我不怕冷的 月小姐,你在盘算什么呢 我在想 陈哥哥也已经十五六岁了 如今是否能去宫外 开府独住呢 如果出去住,自然是好 但是石殿下一来未满十八 二来,如今这个样子 皇后娘娘那边第一个就舍不得 皇上怕事也难同意 出宫开府就得要封个什么称谓 石殿下双腿如此 没有建功立业,这也是难办的 年龄不够,病情来凑 至于封王没有建功立业 这也不是事儿,都可以解决 南凤,要不筹备起来吧 让石殿下出宫去住 换换心情 南宫李悦决定了 他要带贺连一臣出宫去